第六次上課 那第六次 上禮拜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主要是講到幾個比較重要的 像 什麼的第五次 就是 利用所謂的那個串列 串列就列車 去做那個成績的計算 那成績計算之外的話 另外呢我們 還有就是說呢 可以是單次一個一個輸入之外 另外的話也可以 利用 這個外部讀取檔案的方式 OK也就是可以把它讀檔讀進來 那其實喔 有沒有一個一個輸入跟讀 讀檔的話比較簡單 可是讀檔的話你要怎麼把外部的檔案讀進來 這個部分的話就特別要小心 比如說 我們原來在低疊底下 低疊底下的話呢 我是在我們的低疊底下 我們的程式放這裡 Python 2020我是放這裡 那我們有增加一個叫eng的一個檔案 那1NG裡面的話就有這些成績 以後的話當然你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比如說當然這個是只有一行 以後的話可能有很多行 可能 第一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 第三它有很多行的話 那如何把這些資料呢 讀到Python裡面繼續使用 基本上 我們 主要就是用到所謂的F物件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提到有關那個 檔案讀取 其實還蠻容易理解的 也就是利用一個F物件 後面加一個open就可以了 open的話呢 只要跟他講說你的檔案在哪裡 我把上個禮拜那個 那個範例的話是 Member 還有這個 輸入成績 這個是把那個檔案讀進來的範例 那其實蠻容易理解的 第一個是 F物件 後面加一個open 也是把open的東西先丟到這個F物件裡面 那F物件本身的話會有幾個方法 不外乎是什麼 Read 全部讀取 或者 另外還有蠻常用到的ReaderLine ReaderLine就是讀一行 OK 或者加一個ReaderLine ReaderLine 所以讀的話 基本上你大概記這三個應該就很夠用了 Reader ReaderLine ReaderLine 有沒有OK 但是這邊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Reader 有沒有跟Reader讀過來都是一個文字 但ReaderLine 特別重要 如果你加S 表示說很多行 他會幫你把它讀進來之後 會幫你把它放在這個所謂的串列裡面 因為他很多一行 有沒有 就放一個串列的一個位置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OK 所以如果讀取檔案的話 可能要特別小心就是在這個地方讀取 另外的話 我們這個檔案 把它自發放在格式裡面 自把它放到 18 如果說我今天把它讀進來 OK 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用ReaderLine 其實你可以用Reader 或者ReaderLine都可以 兩個其實結果都應該是一樣的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其實我們簡單一點 用Reader好了 OK Reader前面加一個S 所以也就是把 這個東西 讀過來之後的話 他就幫我把它放在S裡面 所以S裡面就變成這樣子 雙引號 裡面就放一個字串 就這一串 但問題來了 這是一堆的成績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切割開來的話 那勢必怎麼樣 我需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什麼 叫SPRIT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是讀進來 第二個的話 是切割 切割的話 後面跟大家講說按照什麼 按照豆點幫我做切割 所以切過來之後的話 他就幫你把它放在一個串列 所以讀進來之後的話 這個scope裡面就放個中瓜糊 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一個的 這一串東西就幫你放過 中間都加豆點 所以第一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 第三個成績 意思類推 OK就放在一個串列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把他這個成績 一個一個把它分開來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就必須用什麼 用一個for圍圈 把這個中瓜糊 假設你這個scope裡面就放一個中瓜糊 有沒有 那讀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中瓜糊 0 最後一個的話呢 就是中瓜糊 總長度 總長度-1 OK 就這一個 假設裡面假設11個的話 這邊應該要有10 OK 那所以呢 我要怎麼把這一串東西呢 全部都把它讀到 裡面 並且做加總 或者是做 平均啊 或者是做 那個 其他的作用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必須跑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從0到什麼呢 總長度 OK 其實總長度 他 到總長 比如11個 他到10就停下來 剛好0到10 把這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不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我們多一個 就是 Splitter之後的話 他原本裡面 會幫你 因為Splitter是一個 文字的一個 這個函數 所以他回來之後裡面的話 會變成8數 那這一段程式的話 主要是把85 轉換成 一個文字8數 轉換成85的 數字 OK 這一串 轉完之後的話呢 那裡面放的就是 一串的 數字 那你才有辦法去做上 他才有辦法去做那個 所謂的Average平均 OK 那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給算出來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細節的部分 我想請各位回去 再花一點時間 盡量還是 可以的話自己把這個 結果給寫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讀進來的話總共有11個學生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LEN 有沒有 所以這個 到底幾個學生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LEN 去算一下 另外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 到底總分幾分 你可以用Sum 你看 平均的話呢 那就是Average 不過呢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取到小數眼的第2位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有用到什麼 Format OK 所以這細節 上禮拜有講到了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部分 不太熟悉的話 請你還是把上禮拜影片再看過 因為 我想這細節 我就不重講 因為這個上禮拜有講到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全省郵局 全省郵局的話 其實這個範例很簡單 第一個 一樣到我們的雲端上面去下載那個範例檔 在這裡 把他下載 我建議是直接把他下載到 在這裡 ZIP 我是把他下載到低疊底下 並且解壓說 裡面有25個檔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我是希望可以把這些檔案 一個一個的打開 一個一個的把他合併在一起 所以 25合1就對了 OK 那裡面的話 層次不多 反正就是我要知道這個目錄裡面到底有幾個檔案 所以 第一個關鍵問題 我要怎麼知道這個目錄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檔案 OK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的話 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解決其他問題 那第一個的話 你需要知道什麼 在 Python裡面 有一個 叫OS的模組 那裡面的話 他有一個方法 或者你可以叫函數 叫work的 一個方法 他裡面的話 就提供 你只要給他 路徑 這個路徑 他就會告訴你說你這個 目錄裡面到底有幾個檔名 跟副檔名 OK 特別是喔 檔名副檔名 我們這邊檢視是沒有打開的 我建議是把它打開 檢視有沒有 這邊有個副檔名 有沒有 點TST 所以他回來的話 他告訴你說 這目錄裡面到底有幾個 這個檔名跟副檔名 我只要怎麼樣 把檔名跟副檔名知道之後的話 再跑個回圈嘛 有沒有 回圈的話就是一個一個打開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寫到 所以特別注意喔 基本上就是打開 之後的話呢 再寫出去 但是寫出去的話 是合併 所以要用A模式 大家還記得吧 OK 所以程式不多啦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喔 最後的程式基本上 應該只有這一段 最最最重要的部分在這裡 就是叫 os.work OK 那寫的方法因為我會用到OS這個模組 所以你一定要先import OK 應該可以 第二個的話 work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知道某個目錄底下 所有的檔名跟副檔名的話 OK 那你就是直接給他一個目錄啦 一般習慣我是直接 直接從那個目錄的上面這邊點一下 然後把它按右鍵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的話貼到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的話你可以把它 有點像固定的模組 這個模組嘛 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拿來用 以後的話你只要有需要做 檔案的開啟 或者是說檔案的合併 檔案的分割啦 其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說前面一定要有三個參數 OK 那為什麼要有三個參數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OS.work 他會 回傳給你三個東西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加三個 變數給他 這個三個變數是自己取的名稱 你可以取別的名稱都沒關係 那我取第1個是root 第2個是dirs 第3個是liste 那可能同學說 老師到底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我有點看不太清楚 沒關係你就很簡單嘛 你就如果不知道的話沒關係 你就是可以print他就好了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不知道說到底他回來是什麼東西 其實print很簡單嘛 就是 把這個東西 把它底下加一個print 那print你三個東西嘛 第1個是 可能root 第2個可能是dir 所以我這邊 假設吧 我們有三個 那你就直接底下就做三個就好了 那分別把什麼呢 把這個root OK print出來 然後dirs print出來 OK然後 這邊的話 那你就去讓他run一下 你就知道說 原來他裡面回來是什麼啦 所以剛開始其實我也不太確定說 到底 這個方法 要怎麼使用 所以你可以先在google一下 網路上其實也很多人 分享 但是寫得太複雜了 後來發現 還是自己 操作一遍我就知道怎麼用了 所以我建議啦 有些東西你可以 搜尋 但有些東西你根本不用搜尋 為什麼你run就知道啦 OK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出現的 這個東西 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 亂出來的結果 入池裡面放什麼 就是放這個 這是什麼 就是你原來的路徑 OK所以入池我覺得 這有點像好像 一樣的東西嘛 你可能 所以入池通常 不會用到 第二個叫 叫DRS 這裡面放什麼 空的 為什麼空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的那個目錄裡面 有沒有 這個目錄裡面沒有任何的值目錄 除非說你裡面 你假設新增一個 01 你如果再新增一個02 結果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我現在01、02 再把它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這邊就出現什麼 第一個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他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這個 一樣是root 有沒有 這個是一樣是 這邊有沒有 一樣是root 沒變 變的話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裡面多一個什麼 01、02 所以喔 這個 DRS裡面放的就是什麼 主要就是放那個 你 目錄裡面的值目錄 有幾個 OK 第三個的話 list1的話 裡面放什麼 你會發現就是放這個 這個 這一串 這一串 就是我們要的 不過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list1裡面喔 會放不止一個那個喔 裡面有沒有 因為我有01、02 所以你會發現他又把底下的東西 又再print了一次 有沒有 目錄裡面的東西 裡面沒有了 所以他又print了一次喔 OK 所以假如說裡面都是空的 那就不會有這個東西 可是如果裡面有東西的話 他會再幫你print 他目錄裡面的 這個喔 所以喔 這個可以用的很多喔 OK 所以 請各位也許可以 稍微聊 底下的話就是我們 如果我知道說這個目錄裡面喔 有這些檔案 檔名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分別一個一個 把這個檔名、 副檔名喔 讀 把它讀出來 對不對喔 然後串在我的目錄底下 所以喔 我這個把它delete掉 我把它恢復一下喔 我最後合併成功這邊喔 我把它恢復 Ctrl-1 就是把它 Ctrl-1就是 註解跟 取消註解 你只要選範圍就可以 Ctrl-1 蠻好用的 然後呢 我們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做合併 OK 合併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是 for i enrange 從0 0的話指的是 三重這個 三重點TST 然後到總長度 OK就是全部啦 全部假設有25個的話 那其實它的 index 它從0開始嘛 所以最後一個是24 所以如果總長度是25的話 那其實它基本上是跑到多少 跑到0到24 24剛好就縫3 OK就結束了 做什麼呢 把它開起來 Open 然後路徑給它 OK 入境的話呢 就是把第一個三重點TST 讀進來 對不對 然後read read是全部讀嘛 然後呢 再開一個 用fw指的是寫 寫出去到 低點底下的 all.tst 然後append模式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寫到下面 我這邊多一個 上禮拜講過了 後面呢 再串接一個 兩個換行 有沒有 記得最後要close 因為如果沒有close 它好像會發生錯誤 還有一次 老師你那個 open read那邊 對 確診尤級那個 可不可以直接用root來取代 你是 你說這個嗎 上面上面 這個 r的後面 r的後面 r的 open r r的後面 r的後面 這一串 所以這個用 上面能定義的root來取代 root 加 paste 這樣意思是不是 對 其實root指的就是這一串 其實也可以 對 其實也可以 所以這一串的話 基本上 應該也是可以 拿root來取代 是可以 喔 對對對 這個是OK的 試試看,應該理論上是OK的 可是底下這個就不行了 底下我放在低碟 那之所以不放在這個目錄裡面的話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怕說我放進去 那下一次自己又讀自己 自己又讀自己 就是有點像地回啦 OK,然後馬上合併給各位看一下 合併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預設的話 低碟底下已經有O啦 這個是上個禮拜合併的 那理論上我們應該先把它關掉 甚至把它刪除掉 對不對 不然如果沒有刪除的話 它會一直合併 把它執行一下 合併完成了 合併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這個O 裡面應該就是從三重 一直到鳳山 應該全部都合併了 不過其實我上個禮拜講過 其實這個程式還沒有完成 這全部都有了 那理論上就是在三重跟中立 這邊會有換兩個 換行 然後底下 應該這個是南投 中立 這個是中立 中立到南投 這個又是兩個換行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每一次在執行的話 有可能會有兩個 哪個地方可能要更加強 比如說哪個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變成說 如果我現在 假如沒有把低疊底下 這個O.TSD刪除的話 就繼續再跑的話 因為我們是A模式 那會怎麼樣 Append 我們執行一下 再跑 它不會錯 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 這個檔案就Double了 1711 如果再按一下 它會變成說 256 因為它Double了 自己又把自己合併過之後 再重新再塞到 因為A模式 所以理論上 應該要先再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如果低疊底下 這個O.TSD存在的話 那應該就把它刪掉 不然的話 我們會變成手動刪 如果我今天不想要手動刪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有沒有 這個我們現在是手動 如果不想手動的話 那其實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在這個 程式的上面這邊 兩行就OK了 這兩行非常好用 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先判斷什麼 判斷低疊底下 這個O.TSD是否存在 用哪一個方法 特別注意 我們主要是用到OS 所以你會發現 OS裡面也有蠻多的方法 還蠻好用的 比如說呢 我要判斷呢 在某個目錄裡面的某個檔案是不是存在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叫OS 底下有一個 有一個叫什麼 點PASS 的點ADS的方法 OK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吧 點PASS就是它路徑 路徑底下呢 有沒有存在這個東西 這個檔案 OK 如果存在的話 如果為True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 我要把它刪掉 那如果你要把它刪掉的話 OS又可以了 OS裡面有個方法叫Remove 顧名思義嘛 Remove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給刪除掉就可以了 OK 所以哦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 第一個啦 做一個邏輯判動 OS.IN PASS.IN ELEASE 然後呢 後面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後面的話 你其實只要什麼 OS 其實有些東西也不用背啦 你會不然點一下它就出現了 欸 移除的話啦 其實Remove嘛 有沒有 移除 欸 Remove的方法 而且甚至你游標放這邊 它會告訴你怎麼使用哦 有沒有 然後Remove什麼 你就再把這個路徑有沒有 直接就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就是再幫我刪掉 啊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剛剛的那個 這個部分就不用再做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嘛 那目前的話呢 這個86K 86KB 如果我再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其實 怎麼還沒有 低疊底下的 Remove 老師 你要回到上一層 路徑 路徑 路徑寫錯難怪會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低疊啦 我多一個目錄難怪找不到 OK 所以喔 這個一定要把它刪掉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再執行一下 執行一遍的話 86KB 再執行一次 它會變大嗎 不會 永遠都是86KB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就是多先判斷什麼 判斷說 如果你的低疊底下 有沒有 低疊底下 有沒有這個檔案 如果有的話 為True的話 就執行這底下 就是把它remove remove就把它刪掉 OK 但如果沒有 它會不會給你的luck 不會 如果沒有就跳過而已 如果沒有 它等於是不會執行下一行 就這樣而已啊 就是一個有就刪 沒有 什麼事都沒做 OK 好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請各位試試看 把上禮拜的部分先 試試做做看 然後待會的話 可能還要做一件事情 再幫我怎麼樣 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刪掉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 刪掉完之後啊 有沒有 就是你合併完 這裡面就可以刪掉 然後刪完之後的話 下一次怎麼樣 再從O 把它分割 可以用萬用支援 可以用萬用支援 不用嗎 你說刪除嗎 刪除的話呢 不用啦 就是想個方法 就是把它全部刪光光就對了 刪除的話是remove 對 但remove的話 它沒有支援 你說那個什麼 新一點新 沒有 因為它其實就要remove吧 remove的話 所以你後面只要給它什麼 給它的檔名 它的路徑是在這裡嗎 對 那所以你還是一樣 要跟它講說 你要幫我刪掉三重 對 所以 理論上還是要跑個回圈 當然 我知道 你意思是 目錄裡面 直接刪掉 就最快了 remove掉 但是好像它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就沒辦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再複習一下 基本上 這邊用最多就是 用檔案的讀跟寫 利用檔案的讀跟寫之外 還有檔案的讀跟 那種A模式 Pen的模式 就是寫之外 不是覆蓋過去 而是寫在後面 把它做合併